新年新气象 2021年来到以后 大家都在非常的关注各方面 我们是否可以摆脱2020年的霉运 那么我们看在第一天的开盘 那么华尔街却是以下跌作收 可是在经历了1月6号的国会认证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说连续两天 华尔街开盘 这个就是都是开盘以后 一路的是阳春天 那么这样子是否真像我们所讲的说 在2021年我们的经济是否有所回转 可是谈经济一定会谈到疫情 谈疫情一定会谈到疫苗 我们今天就疫情和疫苗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的探讨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看那个曲线好像想要冲新高 有很多原因 当然我们都知道因为过节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没有接受政府的规定 尽量的不聚会 其实还是很多的聚会 我自己也认识有同事全家跑去Costa Rica玩 听说Costa挺好玩的 还有甚至我认识的人 他们自己在家里面聚会 我想这造成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数字 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那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白宫的这个疫情的工作组 他们说在美国发现了 可能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疫苗 一个病毒变种 不只是有那个英国的那个变种 还有美国自己的变种 那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变种 会让这个传播非常快 如果你看过那个英国的曲线 它就是这样往上冲的 欧洲其他地方都已经开始要往下 这样掉头了 所以它在往上冲 那美国的这个新一种呢 据说是可以比原来的 有更容易 50%更容易传播 所以这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我觉得我们这时候真的是要更加注意 那大家这个等待已久的疫苗 这么棒的这个疫苗 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这个防备率的 跟没有打疫苗比较 好百分之九十几的这样疫苗呢 我们都知道最近呢是发放的比较慢了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我就不说那些为什么发放那么慢了 我觉得但是有个比较好的消息呢 是是最近的一次的数据 我看到昨天的哈 就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 就是说可能有些有些问题哈 已经解决了 现在问题不是没有疫苗 现在是问题是这个发放的 这个过程有问题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 百分之三十一 解决的问题 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都都很快的 就是把疫苗都能够打出去的话呢 那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打 每天如果能够打一百万只疫苗的话 有专家预测说可能到到四月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的 四月初就有百分之三十人达到疫苗 再加上现在这个得病的这个速度哈 可能也我觉得每个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也有了 这样加起来也许四月初就就达到一定的这个群体免疫的效果 当然这是一个一个比较比较这个 比较好如果事情发生比较好的话 会希望是这样能够发生 这个疫苗真的是我们这个年前的时候做的节目 也是说真的现在真的是至暗时刻 就是甚至说黎明前的黑夜 但这黎明前这黑夜能多久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都知道连这个福气都警告过 这个十二月就是从这个感恩节之后 假期滞后效应一直到一月份 这个新年滞后效应会非常严重 那现在其实我们也已经体会到这种治安时刻 因为就算我们我们不算南加州 南加州是太糟糕了 然后我们算北加州 北加州的话我们基本上呢 所有的医院的床位都已经满了 ICU的话基本上只剩下大概百分之 大概是五个percent的能剩下就不错了 甚至有的是满的 然后方舱医院一直建也没有建起来 所以真的是大家就是忍这个 这个当下这段时间真的是濒临成下 就是大家必须要格外的谨慎 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已经就是在家里 就是都动员 就是每个人出去必须戴口罩 无论是你去在哪 你去户外也好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病毒 实际上就是可能Wartually 有人在讲南加州 实际上这病毒Wartually就是任何地方都有 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是拼了你的抵抗力 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 如果没有没有疫苗的话 其实即使像中国 现在我们又知道中国河北城 那是我的家乡 然后其实现在也已经回来了 中国的情况可能对疫苗来讲更糟糕 因为现在中国疫苗没有数据 那我问我家里亲戚 我说老年人 他说现在都没有听说过 有任何计划 还不像美国 美国有计划 所以那当然中国实际上 中国有自己的措施 他及早 他用一些这个极其的手段 及早去排除 现在基本上像河北省的最大的两个城市 基本上都封城了 就根本不允许你进出了 那他靠这些手段 早期控制的话 我相信他有他的办法 那美国的话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美国实际上 很多人对加州实际上非常失望 有些人去指责加州的政府 你们做的措施在全国来讲是最严格的 为什么你现在最严重 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了 在座的可能也有很多医学专家可以解释 就是为什么 那当然有人知道可能是经济因素 就是说第一是大家不能再忍受经济的再下坡了 不能再忍受说完全像三月份那个lockdown 什么都lockdown 那经济完全死翘翘的话 大家没法忍受到 另外一个大家的耐心也已经到头了 没办法再忍受是那种 让自己整天居在家里 然后街上没有任何行人 可能大家也真的没法再忍一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 真的给这个治安时刻增加了另外一个因素 所以呢 现在也只能是在疫情之下 去仰望这个亮光 这个亮光是什么 就是这个疫苗 但是呢很遗憾的是美国这种体制里在这种疫苗的在分配上 真的是出了问题 就是官僚如果按照这个这个福气的说法 按照现在的速度大概打到一年底都打不完的 我们原来制定的三月份的计划到年底都无法完成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美国在不断的改善 甚至有人加州说 有人说就是说这个牙医诊所 也可以开放打疫苗 没准开放兽医 我觉得也行 就是没准兽医到时候也也也放不进来 大概应该问题也不大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新的 尤其又处在这个政府的交接状态 所以马上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很多的 可能大家还得真的是多一点内心 嗯对其实我刚刚听各位讲了一下 我大概算了一下 如果是一天可以打到一百万的话 因为美国三亿多人嘛 是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打一年了 现在我不知道已经有几百万人应该有了嘛 所以就是说他打个什么十个月啊 全部打 不过不需要每个人都打嘛 是吧 能够达到那个 现在十八岁以下的该不该打还不知道 对对对 所以就说即使说我们要打 一亿五千万好了 对那一亿五千万人的话 要一百五十天嘛 才能打完这个多 所以一百五十天正好就是五个月 也就是到五六月的时候 这样子如果能够成的话 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消息 那讲到这个 居然我觉得好消息的三个字 好像很少听到了 不过刚才邵阳讲到一点 就说这个股市 股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 当然了大的这个方向来看 有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这个联储局发钱发太多了 这是肯定的 那我那个钱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可以去海外啊 因为美国对资金的管制 比较松散的 那为什么全都挤到那股票 而且是某些行业呢 所以呢 我个人是发现一种感觉 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似乎是今年一月的 让我一个非常感触很深的 撇开政治不说 那当然了 因为任何的政治都会有输赢 但是经济上面也有输赢吗 哇好像真的是有 讲到疫情啊 你怎么知道疫情真的是很严重呢 很简单嘛 就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受到影响的时候 那我呢 连家人和朋友都开始受影响 甚至有染病的 好险都不是很严重 就在家休息 对不对 那这些人呢 当然立刻他的生计就出了问题 而且我发现啊 我不知道在美国多严格 但是有一位就是说 他是一个essential worker 他染上病以后 立刻他那个公司二三十个人 都不能上班了耶 我就说哇 我不晓得他们是否偷偷回去上班 不过我是想说 这一大群人两周就基本上 就是那个终点工就没有收入了 是吧 然后如果是拿薪水的还稍微好一点 可是他的生产力就变成零 至少两周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 想想蛮可怕的 如果这样蔓延下去的话 那洛杉矶是不是再过几个月 就没有任何人在工作 不过第一批染的人 很多人都康复了 那些人可能还有antibody 就靠那些人了 对 然后但是在另外一个极端 我可以告诉各位个人的一个 这周啊 虽然才没过几天 就今年还没过几天 我已经真的被我的顾客 已经快烦死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莫名的那个乐观的情绪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政治上面的未知数 已经排除 但是另一方面啊 有一些的business 有一些生意 那而且我不是讲 刚刚少阳讲 就跟那个股市 还有这个资金流动链有关的 不是哦 是生产啊 或者是服务业啦 或什么 哇 他们突然变得极其乐观 然后就开始投资 那投资的话 那个我是做服务的 做这种软件方面 所以当然就有很多人说 哎我们要upgrade 一个什么东西啦 我们要再买一个什么东西 这才才五天 才五天 这五天 我可以说 比去年后半截的一个月 接的都还要多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呢 我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美国人真是无可救药的乐观 真是有够乐观 他们光是那个疫苗 看到几个人在排队打了 新闻上有 有说 哇 就马上开始投资了 然后说 哎这个政府还没开始运作了 权力还没交接了 哇 就已经开始 说这个啊 以后会怎样要计划 下个月半年啊什么 我说哇 真是 虽然我来美国非常久了 但是还是叹为观止 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乐观情绪啊 是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些正面的 一些复苏 而不只是让那些投资股票的啊 还是一些某些特定产业的发财 而且让整个经济能够 因为这个trickle down effect 慢慢就是这个财富可以往下 分配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益处 你讲到说 美国人乐观 我觉得说乐观有的时候 往往是跟无知相联系的 因为有些人是盲目乐观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在11月份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个读文证 就是特别讲到 因为欧洲疫情的关系 一系列的封城政策 美国实际上是紧随着欧洲的脚步 一个月 结果 其实不幸被我严重 不仅仅是说 跟欧洲一样是一步一趋 相反 就是说 因为这个 我们这边的疫情的严重程度 甚至连一个月的差距都没有 那么到 到现在为止 我们讲南加州 像我所知道的 在这个 圣地亚哥 Chula Vista 里面那个Sharp的医院 他们 光那个一个医院 就收治了260个新冠的病人 而且个个都接氧气 你可以想象 那个医院 简直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的 那个氧气浓度 是超高的 一个病人 一分钟 他就需要这个 通进去60升的氧气 你可以想象说 这是史无前例的 没有一家医院之前 能够有那么大的氧气的供应量 现在被逼的 他们的一半的 这个急诊室的病床 都变成了新冠病人的病床 然后呢 你可以想象就有点像什么呢 他把它改造了以后 全部变成负压病房 然后呢 就等于说的一排 像火车的那个卧铺包厢一样 就是一个门 一个门 一个门 那么 这些的前线的这种的情况 很遗憾 并没有被这个后方的人所知 还是马照跑 舞照跳 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过程当中 那一方面的话呢 是这种的疫情 你严重到说 救护车 没有办法把病人 送到医院的急诊室 因为急诊室 没有办法收治病人 哪怕你今天你是摔了个胶 把骨头跌断了 你也没有办法进急诊室 原因是在于 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 来处理你这样的病情 那另一方面的话呢 还是有人在鼓吹说 哎呀 这个整个的新冠就是一个编造出来的谎言 是一个hoax 或者说哎呀 这些疫苗正在施打的 根本就是这个转基因的 能够改变人类的 整个基因情况的一种的阴谋 和一种的危害 这种是屡听不鲜 我就听到以后 我就想到 以前啊 我们这个在高中的时候啊 常常就是有些的青少年 开车不是酒后驾车 或者是这种超速开车吗 屡教不改 怎么办 就把他们组织了 一对一对的 带到这个县的 整个的这个停尸检查 这个尸检所啊 去让他们去看 在那个尸检所里面 所存放的那些 因为交通事故而上升的人的尸体 等于说 中国有句话叫做 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么对于这些这个青少年 他们因为酒后驾车 或者是超速吃了罚单以后 最好的办法 他们的确就是把他们带到 这个停尸间里面去看这些尸体 然后呢 血淋淋的事实 给他们一个教训 那我也在想 是否现在也需要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的项目 就是真正是说那些叫嚣的说 没关系 我们必我们还是很安全 然后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的 这群人 特别是青少年 我们是否要把他们组织了 去医院看一看 就看看说这一线的病人 一线的这些医护工作人员 以及现在这个人满为患的 整个的医院系统 究竟是否能够达到饱和 其实讲到的 你说有疫苗 那么疫苗的施打 实际上在加州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落后于全国其他州 在昨天电视报道说 在加州有150万只疫苗 因为没有办法组织施打 就在那里闲置 一方面他们觉得说 哎呀我们还不知道说 是由谁来施打 甚至刚才这个姚广讲说 兽医是不是可以来施打 但另一方面 在加州的各个互校的 高达6万名的互校学员 他们都各个符合资格 而且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旦在加州的公共卫生部门 开绿灯 他们就可以立即投入到 施打疫苗的这个大军当中 所以一方面是有资源 但另一方面却是迟迟的 因为这些官僚部门的 这个不作为而造成的迟缓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的确也是让很多 特别像我们这些 在市里面这个基层的这些官员 都非常非常的焦急 一方面民众 他们不明事理啊 他们就跑来向我们抗议说 为什么你们 你们没有来照顾我们 Fremont的这个疫苗施打 殊不知说 我们想出了也没有办法 这些的疫苗的组织和施打 都是由县公共卫生部门决定的 而不是由市政府决定的 所以即使我们想要配合 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自己的觉得说 在这一次的整体的情况当中 我看到了美国政府的无能 美国民众的无知 所以还有当然有一些 美国民众的无畏 所谓的无畏就是说 根本不明事理的不怕死 所以就造成了现在 我想即使有疫苗 可是我们这个冬天 还是会持续的黑暗 对再回来讲疫苗后 最近大家 我有时候会跟我妈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聚一次 我就会问我妈 妈你什么时候要打疫苗 你还不打疫苗 那我妈是决定不打疫苗 那有很多原因 之前有人说这个疫苗 还有人送给我这个疫苗 因为我在制药公司做 那我们公司也做这个基因方面的药 就有人问我说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人说 你那个疫苗打了以后 容易得癌症 因为疫苗里面有那个 它是用那个跟那个癌细胞 比较类似的细胞来生产疫苗 我想说不对啊 我说这个 这个Pfizer跟Modona的疫苗 根本不是用这个细胞生产的 你要造谣的话 你要等那个 Johnson & Johnson的出来再造谣 对吧 AZ的出来再造谣 这造谣有点过早 对吧 那你就知道 这有些人他就是要造谣 那另外最近那个 从微信收到那个 好像是一个医生群的一个聊天记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 那个更可怕 那个就是说你打了这个 这个Modona跟那个Pfizer的 这个MRNA疫苗之后 那个病毒的基因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意思是你会变成那个X-Man 当然这个听起来是挺logical的嘛 因为它把一个基因打进去 当然那个是RNA 怎么变DNA 这个 我一看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这是扯淡 为什么 难道整个美国医疗界都这么愚昧 要等到你几个这个 打老钟在那里 几个医生谈一谈 这个本来其实不是医生的专场 这其实是制药的人 Safety 每个制药公司 它都有一个Safety Organization 那些人不是吃干饭的 那等你这些人在那边讲一堆 但是很多人还是信发来发去 不小心发到我以前那个 安静的同事群 马上被凑骂一顿 因为那边全是做研究的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 不要把这个美国的医疗界 想了这么的无知 当然有很多 确实有很多是unknown 对吧 因为我们有很多unknown unknown 真的你能够想出来的那些risk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 都会去做研究的了 都会去做一些实验来排除 但是确实有unknown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 其实他是不愿意打疫苗 比如说那个过敏的 像我妈她就觉得人不打 因为她有哮喘 那确实说实在的 因为我妈也不需要打 为什么 因为她天天在家里 她根本不出去 其实你们这些 其他人都打 到处乱跑 人打了 她可能就OK了 但她是怕那个 怕那个过敏 但是我觉得那个 Johnson & Johnson的 二月我猜就应该会出来了 刚才讲到说 按照现在的速度 确实是比较慢 但是 现在的这个疫苗 是要冷冻 对吧 Fizer的要什么 零下几十度 难以想象 以后 接下来Johnson & Johnson 二月多 我相信它会出来 一针的 不需要冷冻的 UK已经出来了 UK是AZ AZ的也可以 AZ 对 但是江城一针 AZ也是一针吗 总之我觉得 疫苗会不断地出来 所以我觉得刚才 其实我觉得两方面 一方面 现在真的是 很紧急 但是刚刚大卫讲到 那种热观 我觉得 也是很有根据的 因为你再怎么想 再怎么想 疫苗还是会打出去的 人为的这些官僚的这些问题 还是会解决的 除非病毒变种 到一个地步 我们的疫苗 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病毒 那就问题严重 不过so far 我觉得应该 这么快的时间内 病毒能够变到说 疫苗 就跟疫苗原来的 那个差那么远 这可能性 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 从做生意的人的角度来讲 它热观是对的 因为传统经济肯定会复苏的 因为大家 因为你 大家这个 终于自由了以后 肯定是非常非常激动 那时候阳光灿烂 如果那是冬天 可能另外 你看四五月份的时候 哇 那个天气变 天气变好 那大家又 又自由了 可能我怀疑车祸 可能会增加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怎么开车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但是我觉得 做投资人 这个时候真的 我觉得没有 我个人是觉得 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悲观 但是不表示个人而言 不表示说 你不小心 你不会在医院里面 你在热观也没有 你在医院里面 你就面对着 邵阳刚刚讲的 那个很恐怖 很恐怖的情况 我觉得现代人 真的应该相信科技 我这个 而且这个 mRNA的这种疫苗的话 比起那个灭活疫苗 对于那种变种的话 它的那种适应力 会更强 而且呢 就是说 它也可以很容易 退个里面的某些因素 然后呢 很快的 就对于变种的 也可以很快 去有这个疫苗 所以我觉得 关键的问题 还是这个 各级官员的这个 尤其是这个 各个卫生部门的官员 关于这个 logistic派发的速度 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我相信 新的政府 拜登政府 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措施 但是呢 即使是在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大家讨论的 基本上今年 可能是没有那么乐观 马上恢复正常 有的人 其实像这个 福气 你问他 包括比尔盖茨 你问他 他都是project 完全恢复到正常 其实是今年的年底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现在的经济的话 就是说 你看到的经济 有两个观点 一个说 马上有 有曙光了 现在赶紧开始投资 就代为假的 刚才 就是开始 开始耕种 另外一波说 没有那么快 然后呢 这次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第三波的这个疫情的 这种恶化的话 会引起来另外一个 会触发一个recession 所以这是大家要比较谨慎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经济员景 有些人提出问题说 你看那股票 这经济都这样的 各国都趴下了 包括中国 可能很快过春节的时候 我相信 中国有可能 各个城市 不只是河北 很多城市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呢 到那时候 中国可能经济又得开始叫停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全球经济是怎么样 可能会 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可能 真的也只能是谨慎的乐观 还是一点 这个疫苗 对于这个经济 是非常重要 对经济的恢复 我前几天跟四个同学 聊天在Zoom上 有一共五个人 四个不同的国家居住了 那讲到这个抗疫啊 其中两个在东南亚的同学 一个国家 基本上是屡创新高 另外一国家呢 是渐渐趋缓 但是这两国家有个共同点 就他们都已经不防疫 那其中的国家 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越来越少 然后医院就 也是真的 就是其实你真的很准的 就是刚刚像少安讲 你看医院嘛 如果医院全是人的话 就肯定你这个疫情 一定很严重嘛 我觉得天气因素很重要 热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 都是没有天气的因素 就是一年365天 热跟热死 两种天气 对 OK 那也许跟台风有关系 我不知道 但就说 这个太奇怪了 我说你们 我说那你们到底怎么防疫啊 那就这样 出门戴口罩 马照跑 舞照跳 现在呢 餐馆都可以进去吃了 一天几千个没关系了 就让他 那我说 得了病怎么办 就说 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两个国家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一个是疫情 正在高涨的 另外一个已经往下走的 都是一样 就是第一 都已经不太 很认真的防疫 可是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二个更有趣的 就说 他们发现 现在得病的人 绝大多数的 就是 那个症状都不 不重 所以80%的 就就回家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好像一个什么 七天包 就丢个那个包给你 你就回家试试看 吃个两三天呼吸 有困难 你再来医院 哇 我说这也行啊 我说那个死亡率 一定奇高无比 然后我一个同事就说 他们全家都染上了 过三天以后 全都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子情况 在美国没有发生呢 所以啊 我在非洲就不用讲 我之前节目有讲过了 非洲有些国家到现在 根本就基本上 没有在防疫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case 所以我刚才讲 那个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真的是 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解释的 但是有些事情还真是不能解释 那一方面就是必须承认啊 那个 我觉得医学啊 在座有两位是在这个医药界的 所以我很抱歉啊 这样说一句 我觉得不管是医学 我们觉得多进步 那是因为比以前进步 但是要真正能够了解 明白人体 真正能够了解 各个不同的族群 各个不同的什么 客观主观环境 不同差异 对人身体健康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 好多这种 无解的问题 我觉得以后可能会 得到答案了 就是两三年以后 你知道为什么 那个 某个国家都不会得吗 这个为什么 但是我现在知道有什么用 对吧 那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 还是 我在美国 我现在觉得缺少的 当然就忧患意识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就是那个 刚才上讲的 那个那种 有点愚昧的乐观 但是我觉得还缺少一个 就是没有一个习惯性的 金字塔式的一个信息传递 对 那如果缺少了这个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我 然后你一天坐在那里 如果你在网上 你可以听到十个不同的指令 他说你可以去做这个 你可以做那个 那个人说 那我 我妈说什么 我沈说什么 我朋友苏晨说什么 邵阳刚刚跟我说什么 我天啊 对啊 我就没有一个地方说 有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去看到 你说就是 呃 我想可能在国内有啊 在大陆也许有 就反正就是12条 你就你就遵守就是了 我觉得我现在到现在还 这个每个人都讲点不一样的 你说你死看那个county的 看起来好严格 但是执行率 并不是特别理想 只能这么说吧 是吧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这一次之后啊 有一个在这种信息 还有一个公权力 重新定义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跟信息 要一点关系的没有 我觉得信息都知道 就是大家就是不愿意follow 那我跟你讲澳大利亚的例子 我哥哥那个 他们在墨尔本 警察就抓起来罚款 罚很多啊 然后呢 鼓励鼓励这个邻居这个告状 你你你就是 就是要采取这种 就是手段 不是信息 信息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 就算每个人都会自己的一个计算 对吧 虽然这样这样 但是呢 我这样这样还是很安全 就这样 就是没办法 应该说大家都不完全相信 其实我们像我们线就有嘛 对 还有大一大篇啊 好几页 但是我觉得 我说的应该是说 不是说那个信息不够清楚 而是我觉得很多人都 都怀疑这个不错 还是真的这样 那个没错 然后他宁愿去听一些小道消息 看看报纸上看一些什么 那都挑那个自己想看的看 对不对 哎呀都很轻微啦 97%都没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唯一的办法就是 就是政府要 要限制这个民众的自由 但是美国这个文化不可能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问题 那就是疫苗吧 所以我才说 就靠疫苗吧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说疫苗的人数要越多 生病的人数要越多 其实他们是加起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virus 除非它变种 这个virus本来就是 self-defeating disease 最终它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差几个月的问题 当然假设就是 不要再乱变种了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解决了 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变 这个变种肯定是 就是比赛速度嘛 所以你这次跟上次的SARS 你比的话真的很诡异 上次SARS实际上就说 在亚洲啊 这个大陆跟香港 跟台湾地区发作的时候 那个疫苗后来也研制出来了 后来没有用上这个疫苗 为什么 因为它就突然里 sutely就不见了这个SARS 所以也没有必要用 这次可是不一样的 真的这次 所以我是觉得 疫苗赶尽用上 尤其是跟那个老年人 不过他会很快的 把这个死亡率给拉下来 因为主要是先给老年人 施打印 他们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 这疫苗马上立竿见影了 就是让这个死亡 赶紧给降下来 这是大家的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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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